大家好 刚才申请了马来西亚的旅游签证 现在到天台上做做节目 谈谈对马来西亚这次出行的一个计划 申请马来西亚旅游签证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在网上 在淘宝上面找到一个中介 他需要的资料非常的简单 就需要你把你的照片 还有你的护照信息传给他就可以了 他告诉我可能明天就能出签 真的是非常神速 我如果选择去马来西亚大树馆办的话 要去两趟办 并且还提供很多资料 虽然价格很便宜 300泰铢60人民币 我这次在网上找到这个中介 要409人民币 但是为了图审视节约时间 我就通过网上直接办了 这一次去马来西亚的话 对我来说我还是非常激动的 并且还是有一点焦虑 有一点点焦虑 为什么 虽然我去马来西亚已经去了几十次了 具体多少次我现在查不到了 我现在去亚航的官网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 或者是购票记录 但是它最多只能提供大概一年的 以前的 因为我往返东南亚往返马来西亚都已经超过十年 以前的记录找不到了 我出行用的最多的都是亚航的航班 其他像什么马印航空还有马航都做过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亚航的 但是因为以前我从成都出发去东南亚 唯一的一条连航的航线就只有亚航开通的从成都到吉东坡 所以说我哪怕去泰国 去越南 所有东南亚国家 甚至我后来去印度 我都是先飞到吉东坡 再吉东坡中转 我以前每次出行 往往都要去两三个国家 都需要通过吉东坡来中转 你想我说去三个国家 我一次出行 相当于要登陆马来西亚的要登陆六次 所以说这十几年来 我到马来西亚的次数真的是有好几十次了 但是我最近的一次去马来西亚已经是五年前了 五年前最后一次 我就是跟我老婆当时去东海岸的那个亭波岛 我们去那里玩了大概一个礼拜吧 没想到这一次再回到马来西亚 就是五年以后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让我比较忐忑的 就是因为我这一次是带着小孩 全家自驾 自己开车去马来西亚 因为在马来西亚开车的经历我也有 就是有一次在兰卡威 我曾经租车环岛游了一次 但是总体在马来西亚开车的经历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的陌生 虽然它跟泰国开车的交通规则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一次去马来西亚自驾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所以说最近两天我也在跟在马来西亚的朋友跟他们交流 他们也提醒了我很多告诉我很多资讯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驾马来西亚第一个要注意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提防马来西亚的交警 我昨天视频里面我说马来西亚的海关很连接 不要小费 但是马来西亚的交警就是比较凶狠 我听到很多这方面的情况 当然主要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马来西亚的朋友 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人生活在马来西亚的 像马来西亚的朋友 他说他也是被罚款很多次 但是主要就是自己违章 比如说超速或者是压线 像因为他们本来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交警一般都会开罚单 困扰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罚单不太好交 因为他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交罚单 有可能是一个很远的地方 才有交罚单的地方 像居住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 他们的感受就更糟糕了 像那位居住在新山碧桂园 森林城市的那位朋友 他说居住在森林城市的中国业主 就没有那种没有交过罚款的 就是没有交过罚款的中国人 几乎就是没有 因为他就在森林城市 去新山市区的那个碧金之路那里 设了一个关墙 经常在那里拦车检查 哪怕你没有违章 他也会来检查你的证件 他说有一次 就是他就被拦下来 然后让他出示护照 他刚好又没带护照 就被罚款了300马币 他说还有一次 是他太太开车经过那里 可能是有点违章还是怎么样 也是发款300马币 结果身上只有250马币 最后就让他 把身上所有的包翻出来看 确认没有现金了以后 才放他走 最糟糕的经历 就是我上一次还介绍过他 就是香港朋友居住在成都十几年 他本来是准备带小孩 去马来夏留学 并且他去马来夏吉隆坡 看房都已经看好了 说是准准备去交房款 要买房了 就是华人居住比较密集的 那个叫什么 穿一下忘记名字 叫什么满家乐还是什么样 结果他有一天开车的时候 被交警抓住了 可能自己也有违章 那个交警就让他 把身上所有现金掏出来 幸好他说那次身上钱也不多 基本上就是能找到的都给他了 他那一次以后把他吓坏了 就是改变了主意 就决定还是到泰国 所以现在就是定居在巴提亚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另外一点自驾马来夏 因为我开的是外国车 所以特别要留意 就是不能为了摊便宜 去加马来夏本国人享受的95号汽油 因为那个汽油的话是马来夏政府有大量补贴的 是给本国人的福利 你外国车你加了这种油就是违法的 以前我没想到有这么严重 刚好马来夏朋友给我发了一篇文章 就说外国人加了马来夏95号汽油 到底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那个后果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罚款不超过一百万马币 就是说在一百万马币之内 他都可以处罚你 并且还监禁不超过三年 三年以内的监禁 或者是两者监失 这个后果很严重 加了马来夏95号汽油 说不定还可能坐牢 并且罚款是高大一百万马币 一百五十万人民币 这个风险也太大了 所以你开着外国车进入马来夏 千万不要去加那个95号汽油 据说是有人举报的 特别是在边境地区 另外说到这一次我自驾的线路 我这次是准备去哪些地方 首先像那些旅游热门的地方 我就不准备去了 第一是因为我以前也去过很多次了 比如说像槟城还有马六甲 包括沙巴这些地方 我确实去的次数太多了 第二因为也是旅游热点 你去这些地方的话 拍出来的视频的内容 跟很多视频作者 他们都比较雷同了 所以说我还是想拍点不一样的东西 毕竟我去过马来夏这么多次 对马来夏这么了解 并且以前也是背包客的那种 所以我也不想拍出来的东西 就是很那种大众化 大路货 这不是我希望的 所以我希望去一些 以前没有怎么去过的 包括太平 以前我没有去过 刚好在那里有位朋友 他也邀请我去那里玩 所以太平可能会作为 我进入马来夏的第一站 接下来的话我可能像南卡威 因为我也去过很多次了 所以这一次我也不打算去了 并且你车也不能开上南卡威 它的轮渡好像是不能百度里的骑车的 实际上那个轮渡我也做过 另外的话可能就是 游北向南 我也准备接受马来夏朋友的建议 就是说尽量走那种国道 沿着海边游北向南 因为国道是免费的 并且路况也是挺好的 它就是单边两车道 限速是90公里 对我来说也足够了 我在马来夏开车 我也不想开那么快 也不想超速 这样一路下来 当然吉隆坡我肯定是要去的 吉隆坡我要拜访朋友 并且我对吉隆坡这个城市的印象非常好 它虽然是那种国际化的大都市 我看在全球的那种城市排名里面 它甚至比曼谷的排名还更高 但是你在吉隆坡你感觉不到那种曼谷的那种喧嚣 那种拥挤那种塞车 吉隆坡这个城市我去过不知道多少多少次了 但是我真的是百去不厌 好像每一次都能发现很多新的东西 有很多新的体验 非常神奇的一个城市对我来说 我在吉隆坡我特别喜欢步行 特别是它市中心那一圈 我以前经常就是步行到处转 但它的公共交通也是不错的 我特别喜欢坐那个 它的天铁 在马来夏叫那个 Molo Rear 叫Molo Rear 单轨天铁 我就坐在上面看风景 非常棒 曼谷也有天铁 但是曼谷的天铁看不到什么风景 因为两边全是密不透风的 钢筋水利的丛林 但是在吉隆坡的Molo Rear就不一样 它视野非常的好 因为吉隆坡这个城市 它也是高低起伏的 然后摩天大楼也没有那么密集 所以你在那个Molo Rear上面 你看出去的那个视野 非常的广阔 整个吉隆坡城市 一栏无语 远处的双子塔 标志性的建筑 都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晰 所以每次做Molo Rear 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就是一种享受 另外的话 在吉隆坡还有很多美食 等着我去发现 有些是以前去过 比如说像那家 印度人号称 整个吉隆坡最好的七十郎 我每次到吉隆坡 我必须要去这一家店 很多在吉隆坡当地的华人朋友都不知道 还让我介绍 所以这一次的话 因为以前没做自媒体 这一次我想把这家店介绍给大家 但这家店你要去吃到也不容易 就是晚上就不要想了 中午的时候也要看运气 偶尔会有座位 基本上都是满座 还有很多美食 以前跟马来西亚朋友也去了很多地方 我这一次的话 就是说以前让我心心念念的那些美食 我要重新去品尝 然后还会去发掘很多新的东西 虽然我拍美食看的人很少 但是我希望这一次通过拍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美食 让大家对我的美食的视频有所改观 这是我比较希望的 另外我非常想去马来半岛的东海岸 因为那边我去的不多 因为马来西亚的大城市 人口聚集区都集中在马来半岛的西海岸 在东海岸那边都是以马来人为主 并且他们的那种马来的那种村落 文化那种习俗保留的可能更好 并且我看评论区有朋友说那边的海鲜也非常好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所以这一次的话 我希望是有机会去一下东海岸 这样的话我在马来半岛 相当于是做了一个环游 就转了一圈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玩玩 但是据马来西亚朋友提醒我 那边的气候一到了11月份以后 就不适合旅游了 因为会受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东北季风的影响 就会多雨 当然我们到马来西亚以后 也会随时留意东海岸那边的气候的一个情况 看一下可不可行 希望这一次能够在整个马来半岛做一个环游 另外关于沙捞月这边的第二家园计划 因为我以前也在说嘛 想去马来西亚考察教育 想让小孩在学习英语的同时 还能把中文的基础打好 但是这一次的话 因为是自驾嘛 因为东马跟西马隔着宽宽的海洋 车是开不过去的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话 因为时间实际上也不多 一日二十多天我想就在西马这边旅游 然后东马这边的话留待下一次 因为据说泰国学校在十月份 圣诞节元旦期间 也会放一个比较长的假期 我想那一次的话 就直接坐飞机到马来西亚来东马 这边来考察一下第二家园的计划 好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是这一次时隔五年重回马来西亚 我到底要留一些什么东西 我这一次自驾马来西亚 我的线路 我现在的计划是怎么样的 在这个视频里面 这只是初步的一个设想 当然你真正自驾过程中 可能随时会做一个调整 根据实际的情况做一个调整 所以我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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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